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小姐姐只是蒸了一个螃蟹 就被无数同行指责 好家伙 你们烘焙界最近是在倒科研吗 外部的灰太郎能用假羊骗过他二叔 我今天也是纯纯上当了 立马立马 这个神仙博主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烘焙博主 喜欢制作一些可爱又好吃的糕点 直到他观看中国奇谈后 作品一下子就离谱起来 好家伙 不就是套娃吗 这么大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我看到这个评论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不其然 好家伙 看见榴莲炸开我直接就抹了 小飞子也是当场吓得不敢说话 但作者好像还不满意 紧接着就跟进了波罗蜜 甚至是向日葵 咱就是说 你惹他干嘛 拖你的福 压力直接给到同行 于是在粉丝业以继续的喊话下 他们终于还是没能逃掉 咱也是 做完了 做完了 中间都爆开了 露馅了 看看里边内部结构如何吧 但是我感觉都不用看了 这内部结构都已经露出来了 这么大 底下都已经粘掉了 不知道以为我做了个恐龙呢 哇 烫 直接看着糊了 直接扒到糊了 哎哟 这大榴莲 你不说是榴莲我都看不出来 怎么连一起了都 没分词家人们 像个大蛋糕似的 这糊 也太恶心了吧 这糊 不是 不是 这 我不说像啥了 算了 也算是勉强跟上了进度 本以为美食界也会慢慢走上进化的道路 但万万没想到我就回密码那看了一眼 就差点爆炸 这次要紧凭一己之力让美食界超进化呀